桃圆一名妇人骑着电动车后座是站着一只大黄狗 一路往前骑停红灯时还会上下晃动机车 像是在考验狗狗的平衡感 结果呢这电动车一起步狗狗果然差点跌下车 后方骑士把这危险画面PO上网络 直呼这狗狗好可怜 穿紫色外套的妇人骑着电动车从左边切了过来 但后座在的可不是人 诶是只大黄狗诶 大黄狗四只脚正在小小的后座上 极力想保持平衡 妇人停红灯还不忘往后看狗狗是否有站好 而这是什么动作啊 妇人上下晃动机车 像是在考验狗狗的平衡感 后嘎在狗狗一脸淡定站得可稳的嘞 妇人一起步狗狗终于吼不住 一个亮枪差点跌下车 看了后面的骑士吓了一大跳 将画面PO网 知乎这是危险特技动作 千万别模仿 狗站在那里 真的有时候急杀的时候还蛮危险的 因为狗会往前往前挪啊 像我们在小朋友一样 也是要注意到安全性 夫人把狗狗放在后座 一路往前骑 连在路旁的远景都没看到 这危险行径 警方表示 虽然还没有明确法条规范 电动车后座不能再宠物 但看看这画面 够够差点跌下车 如果夫人乖乖放在脚踏板 不是安全许多吗 中文学院成功人 零件文台中采访报道